112年警察节庆祝大会 10号上午在九族文化村隆重登场 由副县长王瑞德主持 王副县长致辞时 未免全体警察同仁 以及邪情名利 不辞辛劳 全力落实许县长全邻移居证件 会中王副县长 以及警察之友会理事长简崇奇 也翻发模范警察 极有员工以及见识凯末等角座红包 鼓励同仁持续保持热忱 不断提升服务的品质与形象 王副县长说 今年警察节活动特别选在九族文化村 以亲子公有的方式 让同仁度过一个欢乐温馨的假期 却县长相当重视治安以及交通 对于打击诈骗等等都是重要工作 治安与环境都急需警民协力合作 期盼把南兜县建设成平安美好的宜居城市 那我想这个县长对于宜居城市的证件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这个充实我们警察的人力 还有提高他们的相关的工作环境的品质的改善 所以立刻在最佳预算的时候就同意 我们分三连来增补87名的警力 那我们第一年已经编了29人的预算 那也希望中央能够补给我们人力 治安的工作各种生活环境的改善 都需要警民一起来合作 所以我们需要民众跟警察 一起来注意社会上的各种动向 大家协力合作 警察局委会检理事长表示 未来该会全力做回警察后盾 让警察同仁能够全力回忆国治安 黄局长指出 今年一系列的警察节庆祝活动 多时延续历年来 以关怀社会 提升警察优质服务形象为主题 办理警察节庆祝大会 因工商禅退休 在职离病远景慰问 军血活动 员工亲子进行活动等等 既以未免同仁辛劳 挺身士气 记者景月龙 玉石香采访报道